十年 我们俯首耕耘 以无私奉献 照见天地之心 蛟龙浅渊 神中飞天 是星辰大海的理想 在熠熠生光 在我们的眼中 航天员都是百炼成钢的 我们这些人来 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实现的中华民族的飞天梦 桑鱼不完 但愿再问唱去 我很幸运 能赶上中国在人生前 最好的时代 只有了解了整个过程 才能把这些戏的设计 做得越来越完美 所以从不能造到能造 从能造到中国造 这一步又走得很漂亮 无数灿烂 光妙华夏 是中华文明的源流 又有了新的刻度 三星堆海洋 抵代了政治十万人 才也必须发生 让自己的额口 跨千锋万里 护绿水青山 用最清澈的爱 守护美丽终敌 我们一起来做这件 有意义的事情 让这个世界 让这个地球 变得更加美好 工作所为的乐趣 每攻下一个难题 就年轻了一回 新时代 是追梦者的时代 它助力雄心远志 也包容营火微光 我们在各自的梦想中 志愿不倦 步履不停 用奋斗 书写时间的答卷 三 二 一 结果 无数平凡英雄 拼搏奋斗 汇聚成新时代中国 昂扬奋进的洪流 新时代 必将是 大有可为的时代 您好 我晨晨 您好 晨晨 我是唐嘉玲 也是交龙号的手机潜航员 欢迎你来到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 这里也是交龙号的新家 哇 交龙号就在里面 那我们可以 我们进去看看吧 太好了 好期待啊 这就是交龙号 哇 看了实体嘛 你可以感觉到就是 它还是有一种后动 有一种沉淀的感觉 对 交龙号服役 有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的话 刚好十年时间 你看我其实是 也是刚回来 我这一次跟交龙号一起 我们去执行任务 总共是101天 然后交龙号也完成了 二十多次的下潜 我们的任务主要 还是为海洋科学家服务的 每次下去 科学家总是非常非常兴奋 因为他可能 每次下去 会看到不同的海洋的现象 甚至还有一些 不同的海洋的新的生物物种 这在以前 没有交龙号这样装备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直敢想 做不到的 哇 您的钢铁兄弟 应该每一寸皮肤 您都非常熟悉了吧 这个表面皮肤 包括这个机械壁 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擦痕 对 我们的战场就在海洋上 就在海底 2012年中国第一台自主研制的 7000米级载人潜水器 焦龙号纹室 同年6月 焦龙号下潜7020米 不仅刷新世界纪录 同时以一场浪漫的海天对话 揭开了中国海洋探索事业 自立自强的全新篇章 我们商务卿航员 中央版商务航员 与天公一号 对今胜利 2017年 中国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 研制成功 国产化率高达95% 实现了真正印象的中国制造 2020年11月10日 中国又以国之重器奋斗者号 向极限进发 成功作底10909米 不仅创造了世界载人深浅新季度 也让中国寄生于世界深海装备 顶尖国家之力 十年间 向海而行 勇往直浅 中国创造了一系列载人深浅的经验时刻 这一切的背后 都有一些人的名字 他是交龙号载人潜水器主任设计师兼首席潜航员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副总设计师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 总设计师 叶聪 生命是舞台 人生就是剧本 再好的影片 不过是人生的所以 我是时光乐片人陈陈 欢迎来到《时间的答卷》 我是叶聪演艺者吴浩晨 我扮演的是24岁的叶聪 我是42岁的叶聪 下浅深度 两千九百九十七 九八 九九 三千 就位 准备抛载 随便 随便 蛟龙已就位 蛟龙已就位 申请进行故障排查 关闭摄像 招像设备 关闭生命维持装置 关闭残难照明 三十一岁的夜冲 是挺难的 但是这是我们第一个潜水期 平常期限是101千帕 现在只有96千帕 我们太想成功了 很煎熬 那个舱是完全水密的 那人是湿透的 在风险面前 不能做懦夫 叶索 您好 叶索 您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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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坐 其实我想对海洋的这种神秘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向往 我还记得我曾经也潜过一次水 这个教练把我带到 大概十米的地方 我就很清晰的记得 那个时候 我可以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在海下一万米的时候 是什么感觉 我们看到的深海 大部分是很荒芜的 大部分阳光不能到达 所以它的色彩是单调的 往往我们看到舱外 是白白芒的一片 会给一种压迫感 到了万比的海底 食物类已经很简单了 那些生命的话 颜色比较单调 然后这些像雪一样的 这种颗粒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生的 它能够浮游 然后有一些可以自己发光 所以我们下潜的时候 经常说在深海 感觉在星空里面一样 另外在这样复杂 这样大圣都寒冷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生命还存在 它们为什么能够存在 没有氧气 不需要光合作用 所以有很多这种 知识的边界 人类还是非常陌生的 那这样的载人深浅事业 对于中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中国是一个海洋的国家 首先我们要 确保海洋的安全 能够对将来海员的资源的利用 有一些技术的积累 我看您的人生的高度 可以说是用下潜的深度来衡量的 从一千米三千米五千米七千米一万米 就是咱们的潜水器的能力的拓展 就是您的人生的高度的拓展 但是我看您好像出生在一个内陆的省份 湖北 就那儿没有海 但是有很多的湖泊 千鸿之省 小学五年级 放学了就要路过苏豹滩 像舰船知识 兵器知识 航空知识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能够仔细去研究 那个时候喜欢在这个白纸上画这种 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船舶 外面有这个大炮有水泪 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海洋 还是上大学以后 在青岛 在海边海风很凉快很兴奋 然后看到几十万度 那种大型的船舶 这种钢铁和大海的印象 给你特别强烈的一个词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用钢铁 去到海洋 然后能够跟海洋共生 想想也是挺浪漫 挺刺激的一个事情 然后喜欢 它是做一点新的东西 有一些挑战 所以只要是新的 无论是新的船 还是新的水下的潜水器 这都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2001年 叶聪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 进入中国船舶集团702所水下工程研发部门 此年 它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机遇 中国第一艘7000米级深海载人潜水器 交融号正式理想 我01年 走出校园 开始工作 很幸运 项目就启动了 然后你就开始做这样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科研工作 要挑战7000米 是让大家觉得很兴奋 甚至觉得很奇妙 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之前的话 只有不到600米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们要一步跨这么远 这个会不会跨皮刹了 对吧 但那个时候 当老师们告诉你 就是你将来要去研究 载人潜水器的时候 你对载人潜水器的概念是什么 你看到过吗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团队里面 可能只有许总 还有刘涛副总师 他们见过潜水器的样子 没有摸过 没有开过 实际上团队里面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载人潜水器 会是什么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猜想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很多技术是从零开始 我第一次看到载人潜水器的时候 是98年的那部电影 就是《泰坦尼克号》 电影的前八分钟 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镜头 一个载人潜水器 布放到水下 然后逐渐地靠近 《泰坦尼克号》的这样的一个残骸 去发现了当年的那个房间 然后拿到了那个箱子 在此之前的话 我们都没有看到过 动的载人潜水器 可能都是一些图片 那您个人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亲眼见到 亲手摸到载人潜水器的 2005年 在美国的科号船 亚特团尼斯 它是阿尔文号 载人潜水器的母船 我两次乘坐阿尔文下潜 深度都在2000米左右 那个是第一次看到潜水器 然后还可以参与他们的 甲板的工作 参与下潜 我们很兴奋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国外的同伙说 那帮小伙子 他们就是在中国 干7000米展人潜水器的 然后我说是吗 可能吗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Titanic》吗 是的 你看到这些人 他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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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这些人会在那里 这些人 这些人 新伙子 新伙子从中国 第一次在1,000米 Chris 你如何是你的检测水器 不可能比以前更糟糕 不 那是烈烈 这是最好的设计我能想到 一趟一趟只会不会做 如果是继续这样 先生们 如果您不介意 让我试试 拜托 拜托 做这个第一 然后 做第三 最后 这个设计可以继续一次 更加快 很好的 我认为您的设计 是的 我并不确定 如果您的设计会 能够做到 我确定 我试试了 我们的设计 三次 好的 完成设计 按照他的设计 对 您 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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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00 times in my mind. Halvan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submersibles in humor history. I do cherish this opportunity. China doesn't have its own submersibles, right? No. But we've finished the blueprint. How far can it dive? 500,700? 7000 meters. 7000m 那是不可能 深海的寻航是不止只是设计 有数多多的设计 工程 材料 你自己没有在1,000m之前 1000-7000m 是比较难的比较在地上 当初建设了深海的寻航 我们没有任何资料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是学习的技术技术 地域的航空 建造我们的地域寻航空 属于中国 我真希望 你能够得到自己的成果 尽量 可能我可以做你的事 你跟着我这个沙发 好吗 那次任务回来之后 对您帮助最大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不觉得陌生了 对图纸也好 对那些报告也好 活了 可以真正把自己 把人放到这样的一个装备里面去了 我听说当时薛奇男院士已经退休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再是专程回来成为了他的走势 对他97年的时候就退休了 他干了一辈子这种海洋环境的模拟装备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就开始论证 前前后后论证了10年 要挑战7000米 是让大家觉得很兴奋 60多岁的40多岁的像我这样的20多岁的年轻人的话 就迅速地扎到这个项目里面来 初出茅庐的叶聪 很快就迎来了意想不到的一次升职 他被徐奇男为以总布置主任设计师的重任 将负责蛟龙号十几万个零部件安装图纸的绘制 徐总 徐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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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虽然年轻也得注意身体 身前期的乌塔南绳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根据水流速度还有手里面积进行了计算 也参考了海水的温度 密度 还有结冰的可能性 已经在水池里进行实验了 考虑到超高温了吗 深海底是未知的 为什么就不可能有烈线 火山 火山 熔岩呢 您提醒得对 设计者啊 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要考虑到 这样才能保证身前期万无一失啊 小叶啊 你处处茅庐 把总布置的设计交到你身上 确实压力很大 但我特别欣慰的是啊 你扛得住压力 沉得住气 我们画的 不仅是一个人的梦想蓝图 也是我们国家海洋文明的蓝图 所以我们的标准 不是努力细致 是必须无误 不是尽力而为 是必须做到 我们共勉 谢谢许总 我欢迎胡总 胡总是焦龙号的副总设计师 当年一起在做焦龙号的这个图纸的时候 对于这位二十四岁的主任设计师 这个小伙儿是什么样的印象啊 从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 是我们这个团队里最年轻的小伙儿子 他来到我们这个团队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种活力吧 他能够静下心来 稳得住 像我们焦龙号杂元切水旗 这是一个大系统 他要协调方方面面的东西 他要通过这样不断地去接受大家的方案 通过计算分析来优化 然后返回迭代 这样推进我们整个世纪的这个进展 事情过去了二十年 现在让我来选择一个二十三四岁的人 来做主任设计师 我都没有这样的勇气 这里面有信任 也有一种挑战 那从图纸到现实 其实是更难的一个过程 就每一个零件都要去打造出来 我相信是有很多的难关 要一道一道去跨越的 但是一开始最难的是什么 焦龙号是我们国家 第一次做这种大型的深海装备 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技术 特别深海技术 处于一片空白 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 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不露的一个时期 所有的设备都要承受这个7000米这个深度的水压 那对于这些材料啊 每个零部件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吧 我听说如果是在海底7000米的话 那个水压就相当于 在一个人的背上有几千头大像 对 就每平方厘米700公斤吧 一平方厘米相当于我们的指甲盖大小 就是一辆小轿车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球科的模型 它的设计方法制造工艺都跟真实的球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在7000米工作 那么肯定有一个系数 它可能要预估它在多大的深度会破坏 然后来做测试 它是怎么样变形 我们一直到最后破坏的 实际上所有装到这个浅水器上的这个设备 它都在模拟环境 经历过1.1倍 1.2倍啊 这种比现实水深还要深的这样的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 这样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底气 最后能够把这个浅水器造出来 这就是蛟龙号的模拟器 整个外壳包括里面这些都是仿真的是吧 这个模拟器跟胶龙号是1比1的 进出的地方稍微不一样 这个因为为了训练方便是从侧面进出的 正常是从顶上 你进去感受一下 我是坐最里边的那个吗 最左边吧 最左边是我们技术保障人员的位置 技术保障人员 副驾驶 这多大的空间啊 它这个内径是2.1米 但是实际上你进来的时候感觉到空间还是很小的 对 我们现在是两个人 到时候我们真的下浅是三位下浅人员 我觉得这个如果三个大老爷们坐在里面 其实挺挤的 这夜所一坐旁边更没位置了 我现在瘦好多了 我坐那么一小会就觉得还挺闷的 就是在里头 像你们下浅要在水下工作多长时间啊 其实一次下浅我们是12个小时 一日三餐两顿饭实际上是对我们抢而言 是在舱里面吃的 我们提前两三天可能在饮食的结构上就要控制 不能够吃些辛辣的 或者是平时不太吃的东西 你临时吃可能就会造成你的肚子不舒服 这个下浅的时候会有那种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啊 或者很大的这个声音的造型啊 不会的 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舒适度已经非常高了 我们下浅速度现在基本上能够保持在这个 平均速度的话 每分钟是35米到40米 深海电梯 可以 很平稳 很平稳 也不晃动 这就是鸡眼手臂的操受盒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诶 很灵活诶 接触比亚可以说是进度是非常高的 它没有力反馈的 我们不能够直接去感觉这个窝里是多的 但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训练 基本上能够感受到这个接触比 加速的东西的时候 已经出了多少力了 成功了 成功了 交融号的建造完成是在2007年的9月1号 对 那个时候就要进入到试航的阶段了 所以叶索你也是第一时间报名做试航员 我当时是做主任设计师 我知道潜水器各个部件装在哪 然后各个阶段我要操作什么 然后遇到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 怎么来检查 所以我自己也很想去尝试一下 自己开一下这个潜水器 那第一次下水顺利吗 第一次下水也不是很顺利 最早的下水呢 是在水池里面进行的 第一次解开这根缆绳的时候 潜水器就开始倾斜 就是有点亮亮掐掐了 我们缆绳松开了嘛 开出去开到水池中央 开始注水 注水就是表示着增加重量 它可以开始下潜 注着注着它就直接就下潜 一个小时没回来 开始这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我还是非常稳的 怎么过了半个小时还没反应 我就有点着急了 派了两个小伙子划船 跑到他们那个牵手机上方 我说你用个左杆机捅捅 他们还站不在那位置 那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动作 是交龙号的侧移 想让侧移这个速度啊 轨迹啊做得更好一些 当时是调试 然后我当时在驾驶 拿着操纵杆 左移左移左移 肯定是要冷静要正静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调试 我的主要经历关注点 是潜水汽左移执行的怎么样 忘了就忘了别的事儿了 太专注了 我觉得您的心态真的很稳定 可能给大家感觉是镇定之弱 实际上我是反应比较慢 另外的话就是 在这慢的几秒钟呢 就是我对整个环境的一个把控 不会有一个过激的反应 不会遇到一个事情 就马上蹦起来 那什么时候第一次下的海呢 09年的8月份吧 那当中也隔了有两年的时间 对 第一次下海也很奇妙 我们解开揽绳的时候 发现这个无线电通讯也不顺畅 一个很奇特的感觉 就是你在水面上飘 观察窗能够看到外面 波光灵灵的海面 但是你看不见船在哪里 但那个时候就相当于也是处于一个失联状态了 因为我们第一次下水是在山亚 那个50米的海区 这一下去我们通讯 我们的定位 都是跟某船之际就连不上嘛 后来才发现我们因为 这个7000米这个潜水器啊 我们游客方向考虑的很充分 但是到了50米这个潜水啊 就是把这个龙困住 因为这个横向的距离远了以后啊 它的这个通讯的角度很大 所以它就通不上 然后定不住 不同的深度不同的挑战 2000米它可能更多的是 反映在这个电缆的用电安全上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每到2000米就报警 我们说如果电缆有这种绝缘降低短路的风险 它有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导线在短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海水渗渗渗渗渗渗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严峻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们在发现这个参数在变化的时候 要判断是用电的安全还是密封的风险 这个报警值还在升高 但是为什么报警值 我们在深海没有足够的现象 所以你只能在那种在报警存在的情况下 去收集信息 知道报警的源头是那里 应该是在距离路上 为什么我们的接地值还是这么高 不知道 查不出原因 看来准备再下潜一次 这危险太大了 接地值超过0.6为1成 我们的超过了1.1 上浮之后 接地址就不报警了 查了很多遍 但是依然找不到问题点 接地检测试是报告水密电缆 水密插进的漏水警报 深浅气漏水 意味着极有可能发生重大事 1963年 美国常委杀号前天沉默 当时是下到 差不多2500米左右的地方 才能挺身向内压迫 刚斑变成碎片 129人死亡 当时下险深度 预线392 接地址正常 接地址开始上升 现在深度的多少 2239 接地址到1.1了 已经到了故障深度 其他一块有正常 继续下险到3000 准备抛载 然后排查故障 下险深度 两千九百九十七 98 去吧 1999 3000 就位 准备抛载 水面水面 浇龙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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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水面 浇龙已就位 浇龙已就位 申请进行故障排查 水面水面 浇龙已就位 申请进行故障排查 水面水面 那一次下潜之上到了3000米 当2000多米的时候 出现这个故障现象的时候 我们再往深处走了接近500米 这个是很有挑战的一个事情 我们简单的话报警开始了 我们就把每个部件关掉 把灯关掉 把集团机关掉 把摄像机关掉 最后甚至把供氧气 二氧化碳吸收的这些设备 生命制式设备也关掉 没有一丝犹豫吗 关掉所有的系统 问题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想把它解决 迫切地希望把它解决 那肯定是要有一些风险的承担和付出的 这个风险在意就是 你一方面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所有的设备跟水面的通讯定位都是连着的 但是关闭了你就定位就定不上 有些设备可能你关了以后 万一再打开射灵了呢 很多风险就是要他们这个潜航院的这个2000多米这个深度来承担 到了这个深度开始排射杀这些故障的时候 我们跟他其实通讯有一段时间就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上面还是非常担忧这个减水器的状态 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关掉生命知识之后 那一分钟啊舱里面是连那个风机 一点声音也没有 然后一点光线也没有 虽然说只有一分钟 但是这一分钟黑暗中的这一分钟 我感觉非常非常漫长 给我们的挑战也是一步一步的出现 然后我们要在船上 要靠我们有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力量 一个个的解决 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然后你只有了解了整个过程以后 才能把清水器的设计做得越来越完备 水面收得到 可以排查 可用排查时间很少 一定把握好 查出故障位置 准备开始 关闭摄像招像设备 我这边检查完毕 没有发现一场 接下来我关闭证明 和声明维持装置 完毕是连续维持的时间 必须分配的时间 不管在什么深度出现问题 我们就下个那个深度去解决问题 来 聚一下 还是那句话 不做冒险家 我做麦牌角度的懦夫 关闭生命维持装置 关闭残力状态 这地址没有变化 不是这个 接地址正在恢复 断路电缆位置基本锁定 顺便顺便 部长排查工作已结束 我可以上来了 水面收到 水面收到 立刻上扶 立刻上扶 欢迎回来 其实我感觉回想一下 至少是手心上还是有汗的感觉 我估计叶总可能不一定有 您手心有汗吗 如果问题不解决 在这个甲板上满头猫大汗也是挺难受的 应该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你们每次上来的时候会跟家人报平安吗 明天我要下潜了 可能跟家里说一声 那个十天之前的网络不像现在 我们一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都有5K的流量 可以写个邮件 但也不能多说 也没有机会说很多 但是总的来说的话 今天挺不错 统一就是今天挺不错 哪怕发生了危险也是今天挺不错 一定就是报喜不保忧的 在哪怕指挥部部 交流暴 于北京时间 2012年6月24日 917分成功下潜到 马里二浪海沟 7200米深度 2012年6月24日 飞行在太空的 我国神州九号海天园 与深浅在海面下 7000米处的 蛟龙号潜水员 进行了人类 最远距离的海天对话 夜村 杨栋 刘盖宗 我们三位去航远 中央 吉岗林 刘旺 刘洋 刘洋 三位航天园 与天宫一号 对于今天胜利 出任我国 到人类边 到人生前事业 取得辉煌的成就 几人 焦龙号 创造了 中国在人生前的新纪录 在此 我们向 叶聪 刘开中 杨波 三位深浅员 尽以崇高的敬意 祝愿中国在人生前事业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我这儿的有一张照片 这个应该你们特别熟悉 就是那次突破七千米大关之后上来的破水仪式 我们每次突破 突破这个深度个人的记录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破水仪式 价钱在这个舱里面待了十几个小时 出来想解放一下 特别开心 我是张开双臂迎接这个破水里的 2012年的6月27日 夜葱驾驶焦龙号创造了 七千零六十二米的中国在人生前行 这也是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 其实到达七千米的这个深度已经可以覆盖海底的大部分的区域了 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区域都可以到达了 那为什么还一定要下潜到万米去争取那百分之零点二呢 这百分之零点二很特殊 首先它是深度很深 地形很复杂 为什么会复杂呢 它是板块运动的最前端 很多海啸地震都来源于海底 另外在这么深的地方 可能一直保存着历史非常久远的一些地球的信息 那么我们具备的能力以后 就要向海洋的催生处面积的这个百分之零点二去发起挑战 从七千米到一万米 这三千米我们又走路有八年的时间 对 中间我们还有深海勇士号 胡总负责的深海勇士号的话 在潜水器的设计 在国内的技术链条 产业链条 就制造能力 检测能力 做了很多的这样的工作 潜水器不仅仅是从无到有 也经历了一个从有到自己能够独立的建造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形成 深海勇士号自然潜水器的国产化率达95% 物质系统最模的设计自带导航 可以实现大海捞针 分斗者号核心部件技术的国产化率达到了96.5% 全球首次实现4K高清信号直播 就在明天 分斗者号即将挑战 放你海深 让我们拭目以待 表现它还是没有 美成双 让我说 那我对 Allah 都没理解 习惹 Bing混准 反台卫 新闻 又不大 future 自己有此时 叶索 叶索 来吧 快别忙了 来 吃点饺子 太好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怎么样 听说最近 馅儿帮挺紧 这是我第一次外面深陷 还是有点情长 吃 快吃 快吃 行 咱们的奋斗者号呢 嗯 就好像 这个 皮是馅儿大 装得多 嗯 关键是 外皮筋道 有韧性 保证破不了 李市长 我给你讲一个 咱们张伟同志的故事 咱们这位张伟同志 当年是深海勇士号的住家时 那会儿我在母船上 我就低个头的功夫 我再一回头 这家伙触底了 我在母船上 我说 赶紧让他扶起来吧 这到母船上一看 好家伙 那彩阳栏里全是淤泥 你看现在不也好好了吗 现在是前辈了 这是张老师 所以别那么紧张 这深浅啊 没你想那么草木皆兵的 咱们细致 冷静 但也不要害怕犯错 嗯 明白了 耶稣 这上马饺子下马面 这一顿饺子下去啊 感觉清点也踏实多了 当年我的老师徐启南 七十四岁了 有心脏病 这眼睛只剩下意志有失利 一听说交流号立向了 拎着箱子就回来了 就那个身体状况 非得也要上客宝船 大了个箱子 那满满的全人要 而你说啊 这只有先生在 大家的心里头好像 就有根定海深真实 也就不那么慌了 叶子 其实你在我们身边 也是这个感觉 哎呦 快 蛟龙号第一次下水之前 我这手掌心的全冷汗 你没看见 徐总是看见了 我还记得他过来拍拍我说 我说小叶啊 咱们准备了这么多年 吃了那么多苦 蛟龙号是你参与设计的 我们对你有信心 你也要对你自己有信心 嗯 徐总是当年对我有信心 我今天也一样 对咱们有信心 来 来 来 老样子吧 写点什么在杯子上 带下海溝去 好 好 石垫 柔车 薛车 徐总是 以前 primeiro 写点 九百九十了 已经一点点的逼近万米 大家一起共同见证这样的一个时刻 八点十二分左右 奋斗者号成功坐地 抵达阳底深度显示为一万零九百零九米 刷新中国载人身前新的深度记录 亲爱的观众们 万米的海底 要不可言 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 叫大家来试 万米和海底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泡沫的一个杯子 它这个正常的应该是有这么大 能够深海区再带回来 感觉这个是经过了万米的考验的 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 爸爸在四千五百米海底的祝福 嘟嘟健康快乐 哇 小孩叫嘟嘟 对的像您 这个太幸福了 这个是奋斗者 这个是奋斗者挑战者深渊 10909米 最大深度的记录保持者 最大深度的记录保持者 这个太有意义了 张伟是奋斗者号的设计师 再加上潜航员 对 是的 张伟这个打破深度记录的这个机会可能比较少 这个在地球上可能是最深的地方 10909米 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赶上一个好的时代 然后也是非常幸运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项目 才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见识不一样的世界了 是不是现在的这个潜航员 绝大部分都是夜索 您只有把手交过的 对 是的 从这个深海勇士号到奋斗者号 我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是夜索陪着我一起下去的 对我来说夜索能够在我身边坐着 更多的是给我一种定心的一个感觉 他组织能把事情考虑得特别的全面 他特别善于拍板也敢拍板 能够在我身边去指导我 那我是更有信心 定海神针 对 是的 当年在徐总带领你的团队进行交融后研发的时候 他是主心骨 但是现在夜索您已经成为了新的团队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了 做科研工作 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舱内的人对船上的人的信任 船上的人对舱内的人的这个关心 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团结合作 现在全世界到达万里深渊的人一共是40个 咱们中国人占了27个 这个数字在2019年之前是三个 但是奋斗者号呢每次下潜可以三个人 所以这让中国人成为了无论是下潜的次数还是人数最多的团队 那夜索您看您是全海生载人潜水器的总设计师 被称为中国深潜第一人夜葱 同时呢还是首席潜航员夜葱 如果在您的这个名字的上面再加一个标签您希望是什么 其实我是挺喜欢深海滴哥这个名称啊 不是深海德哥啊 是深海滴哥出租车司机啊 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 或者是我们亲自的参与的研制 让更多的人能够去深海现场 我们图上是成勤结队的管状水母 他们伸出他们的天蓝色处须 也连串地飘在水中 还有月星水母 爸爸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大海看水母和独角精啊 有船就行 爸爸 你看 我有船了 这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船 我以后 一定要去最远 最深的大海 六岁的叶冲 那个时候是不是趴在客桌上幻想 成为一个驾驶着大船的船长 多么希望你能够去看更多的山海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 将来会对自己生活和工作有多么大的影响 那是最好的记录 那是所有的灵感的开始 二十年后的叶冲 头发白了就不会再少 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一个情景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不在甲板上 而是在海底悠闲地点一杯咖啡 万米不再是一个极限 而是我们可以生活工作 生存的新的空间 在深海 为自己的梦想奋斗 我可能是一个有水命的一个人 大江大河旁边生长 对海洋天生的就有一种崇敬 我很幸运能赶上中国在人生前最好的时代 个人的选择 与祖国的发展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我们奉命之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 这个叫舱外府 就像一个小型的航天器 这儿是太空食品 这是太空生产的水 神舟二乘组 是第一批入驻到中国空间站的航天员 很多都是关键技术验证 就是说这些东西以前没做过 你们上去先试 出舱还是比较危险的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生死无共的一种 结体